中华职棒明星赛开打 马总统受邀开球 但是在开赛之后 看到总统观赛区的位置 却是空荡荡 有媒体党立委在脸书po了照片 批评总统到球场去 根本是作秀 放着球赛不看 竟然在球场另辟一处去拍宣传照 总统府赶紧澄清 说立有行程 中华队投手 曾伟恩 机场互相鼓励 总统受邀为职棒明星赛开球 不过他已经请来一个神秘嘉宾 总统闪到一边去 立刻古巴的中华小将开完球 总统还连声叫好 不过离开球场之后 大队人马却没人回到观战区 有民进党立委 当天脸书立刻出现这张照片 马总统座位空荡荡 只见标签不见人影 眼尖观察到总统原来在录影 指引总统竟把棒球场当摄影棚背景 拍摄竞选宣传照去了 总统府陈清 总统拍的是治国周记 不是选举宣传照 这集治国周记 曾伟恩和陈金峰 都是特别来宾 谈的主题是振兴国内棒球 总统还在脸书上自称超级球迷眷属 特别张贴澄清启事 表示没看棒球不是因为不想看 是因为接下来还要赶行程啦 世界上方锦标赛 蔡英文捧场还正好跟总统夫人 同看一场球 蔡英文坐着看完五局球赛 先行离开 还被质疑耐力不如马扫 何况总统林椅子都没坐 让部分球迷心中打问号 既然都到球场 把拍摄治国周记时间省下来 要振兴棒球 好好看场球 说不定心得更多 TVBS新闻综合报道